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有我们的在女权主义这个领域里 我们的前辈 虽然年龄差不多了 但是他在这方面工作做了很多年 也倾注了很多的经历和时间 就是王正老师 王正老师是上海人 1968年的时候呢 上山下乡了 到上海郊区农场去务农 但是又是中国文革结束以后 第一批大学生七七建 82年毕业留校任教 然后呢是1985年离开上海师范大学 到美国来留学 加州大学的戴威斯校区获美国史硕士 和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呢是美国妇女史 中国近现代妇女与社会性别史 以及全球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 从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后为密西均大学妇女学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 七年呢在密大退休 在美留学任教的同时呢 与国内学者合作 致力于推动女权主义学术 在中国的发展 从1999年到2006年 任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 课题组研究顾问 2005年创办复旦 密西均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 并且任合作所长 举办一系列社会性别学培训班 和国际学术研究会 为高校开设妇女与社会性别课程 培养师资 王正老师是我们推动女权主义的icon 他呢在推动女权主义 做了很多的贡献 他在这方面呢 做了30多年 有很多的那种经验和教训 还有一些故事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将王正老师呢 将结合个人经历 来探索中国女权30多年的 风风雨雨的历程 所以下面呢 我就不多说 要王正老师呢 开始他的讲座 首先哈 让我感谢郭正老师 对我的邀请 我想呢 就是聚焦两个主题 这就不重复了 今天所以集中呢 就是要讲 我怎么成为女权主义者的 然后呢 作为女权主义者 做了些什么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当然因为我做的过程中 也正是 我的同辈人 也一同在做很多事情 所以呢 这个我在讲这个过程中间呢 其实也是讲的 主要是师父会 做前后这段时间 出现了很多的女权活动 那也顺便也会一块来说一下 好吧 刚才郭老师介绍了一下 老三届的下乡之亲 然后呢 七七级的大学生 82年毕业呢 就留校 留校就在外语系当老师 教英语嘛 然后83年 外语系呢 有一个名额 就是美国的 傅布莱特基金会呢 他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呢 他们办了一个 全国性的师资培训 开两门课程 一个呢是面对教文学的 高校的老师 一个呢是面对教美国史的 他在上海读了一年 就是期末的论文的时候呢 他叫大家自选题目 你选什么都可以 你就写评论文 我呢就选了 写美国职业妇女 当时我也不知道 完全是无意识的选择 我回过头来想 这培训是1983到1984那一年 其实那个时候 国内的女性味的话语已经上升了 那是多少年以后 我把这个gender discourse 社会性别的话语 命名为女性的话语 其实80年代初的时候 它已经出现了 女人要做真的女人 要做什么 好女人已经出来了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有一种 也了解 美国的职业妇女 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美国这个发展真快 它怎么200年就变成了 一个富强的国家 我们怎么也要变成 一个现代化强国 那我要学学学 到美国去学美国史 把它200年就变成一个富强国家的 诀窍 学会来 来帮着中国也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这就是我当初要到美国去读 美国史的初衷 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也好 国族主义话语的影响 那么因为我是唯一班里 唯一一个选的做美国职业妇女研究的 班里呢 有一个同学是五大 五大的老师 他呢跟中国美国史学会的会长 刘旭余教授呢 是熟悉的熟人 他们都都在一个学校嘛 刘旭余教授呢 听这个同学说 这个美国史的 是在培训班上有一个同学做美国妇女研究 刘旭余教授呢 就让这个同学来问我 是不是能够写一部美国妇女运动史 因为当时刘旭余教授呢 在主编一套美国史的童书 他各方面史都有人写了 政治史啊 公人运动史啊 或者是什么经济史啊 军事史啊 他都有人写 就是这个美国妇女运动史呢 史无前例 前面前面也没人 中国人也没写过 他也找不到别人写 所以听说啊 有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要到美国去读美国史了 他就说能不能 请这位同学写一部美国妇女史 哎呀 我当时绝对是受宠若惊啊 我那个时候是连篇小小的文章 都从来没有发表过的 突然就有人来约我来写美国史 一口答应 一口答应 然后呢 到了美国呢 我就说我要因为要写这本美国史呢 所以我还希望更一位美国妇女史 我还希望更一位美国妇女史的老师 请他作为导师 记得你们也很高兴 然后呢 特别是指派我做导师的 他就是在我们历史系教美国妇女史的啊 他其实也是美国妇女史里面比较前辈的人 他就做了就是Ruth Rosen啊 到现在我们俩还经常通话 做了我的导师 我到85年的时候呢 美国史的教科书 通史它已经是用 Gender Race Class 就是社会性别阶级种族 这三个最基本的范畴来结构的 我们当时都开玩笑 什么书里面都是这三个叫Trinity Gender Race Class 你读什么书 历史 不管是哪个方面 它都有这三方面的分析范畴来组织这个历史的叙述 不光是分析范畴不同 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啊 都是跟国内我们所熟知的历史是完全不同 那么激发了我非常大的学习兴趣 就是在硕士期间我就完成了初稿 现在在这个写作过程中间 我就学习和了解和认同了女权主义 是这么一个过程 85年呢 我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啊 我是坚信自己是一个解放了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中国妇女 我前面写那个 从童年时候为什么有这种认识 原因呢有几个 就当时的认识 为什么有这种认识 很多人都会有童年幼年时期的家庭 受到重男轻女啊 家庭的这种父母对女孩的不同的对待啊 都会有这样一种记忆 当然我父母亲 我母亲是1910年生人 他21岁开始生育 生了9个孩子 到我是最小一个 4个姐姐3个哥哥 我父母是绝对是山东人 重男轻女 但是呢因为我是最小的宠爱有家 我在家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宠儿 男女有别的什么 什么表现呢 这我从小就经历过 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住的这种叫上海的 叫所谓的花园洋房吧 好多邻居都是同住的一栋楼里面 后面有个花园 有个围墙 我哥呢经常就会爬上去 在墙上走来走去笑眯眯的 哎我心想哎他看见什么了 我也爬上去 那是我大概七八岁吧 所以我也爬到墙上去看 因为你翻到墙上去看啊 我现在就带雨带有这种双冠雨了哈 你翻到墙上去看的时候 你就能够看到被围墙堵住的这个小空间 我们住一楼嘛 小空间的里面呢你是看不见的景色 你翻了墙 哇后面的好看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你全看见了 一穷千里木 跟上一层楼 我妈正好出来看见我了 哎呀你这个小姑娘 你怎么爬墙啊 你快下来难看死了 他讲我小姑娘难看死了 我就看着他 我心里我就想 我妈就是封建 我哥爬墙 我怎么没看见你家 我小姑娘女的干嘛不能 她能爬我干嘛不能爬 我动都没动她 这就是当时的状态 但是后来我回想这个情节呢 竟然我会用封建这个词 那就很说明当时的主流的社会性别话语 所以呢这也是成了我后来写作我第二部书 就一个起因吧 这是第一个因素 家庭的环境 第二个因素就是社会主义 国家女权主义 我后来给她们的定义 她们倡导的男女平等的这个主流话语呢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无处不在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 城乡有差别 地域之间还有差别 各地的文化很相同 比如说社会主义时期的这些话语呢 在各个地方的渗透和影响的程度是相当不同的 那么当时我是没有这种认识啊 就是以自己出发 在从小在上海这么个大城长大 然后呢 社会主义时期的平等的就学啊 就业啊 包括学校的教育 我们体育课都不成男女的 所以就觉得我们是已经完全彻底的男女平等了 那么另外呢 也是因为我八十年代就出国了嘛 八十年代中国妇女跟男性的收入比是八十对一百 啊那美国我到的美国呢 八五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五十六对一百 那么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当时的男女性别的收入比当时是差了差不多二十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这个二十百分点掉过来了 现在是美国上升到将近八十 而我们中国呢跌下去了 仅仅是收入的话 中国的女性跟男性的收入比现在已经也是不到百分之六十 还不加入还没有加上资产 加资产这个差距就更大了啊 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呢 中国已经有五十六天产假 就是城市的就业的妇女啊 都有五十六天产假 而美国呢是没有的 然后因为我是读美国妇女 修美国妇女试的课嘛 然后他们上课就要说美国妇女啊 怎么怎么男性的性别歧视 男女的不平等 产假没有 收入差别大 他们在抱怨 然后我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看着他们一下 你们的解放的路长着呢 就这样 完全是个旁观者的心态 看着他们 但美国人呢对我们呢就很感兴趣 经常跟美国同学聊天 有一天呢就聊了 我就说哎呀 在上海挤公共汽车 有一次呢有个小偷 就碰了我一下 我下来一摸皮夹子没有了 然后我就转身上去 你刚才碰我是你偷的 结果被指认的那个男的呢 就惊慌失措 他就没有没有 他就把皮夹子就丢在地上 然后我一看我头 捡起来 我说就是你偷的 然后我就下车了 因为下车时候呢 也没追着他 把他抓起来 干也没干 那个 那女同学听了就很开心啊 就说哎呀 你好勇敢啊什么 非常烦心 很讨厌的事情 就是经常做公共汽车 会遇到那种男人 在你身上乱摸 碰来碰去的 哇 我那个女同学叫McKay 我还记得她名字 眼睛睁了好大 两个女同学都眼睛睁了睁好大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对付 我说那也怎么办 我正好逃了 那我就赶快躲开 拼命挤着就躲开啊 McKay马上就问了 他说那你上次 拉小偷那么勇敢 这次为什么要躲啊 因为我这问题 心里想这问题 但我就有点 让我雨塞好 想了一下 我就说 那我要是在公众面前 来指认她 来跟她对峙的话 那人家都会看我 满公共汽车人都看着我 那我会非常羞耻的 人家会觉得是我不好 哎呦 这个McKay那就不得了了 追问了 他就说 那为什么这样呢 你觉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你觉得妇女就应该忍受吗 他问了一大串连珠 我完全无语了 哑口无言 因为我知道他的逻辑是对的 我能够当时就能够知道逻辑对的 你抓小偷你那么勇敢 这个人 男人那么坏 我们那时就只会讲 只会讲个流氓 也还不知道 性骚扰那个词 就是流氓嘛 但为什么我会那样子 我就完全不懂 但我知道我有问题 我开始明白了 我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解放了 后来我就开始了反思 这是我的一个反思的起点 所以我后来就转变了心态 不断的反思 我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也上了很多课嘛 那就也明白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 男尊女卑 卑还有就是贞操 最大的价值就是女人的贞操 最大的美德也是女人的贞操 就是看到了 原来中国男权文化对我的束缚 这是一 还有呢 看到了原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尽管在公有制中间的男女的就业 就学是平等的 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你是去彻底的解放了 因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没有照射到的地方 大于已经关照到 我看到了自己的局限 看到了我是在中国男权文化设立的 对女人的这个界限中形成了自我 当然还有妇女解放也有 一个人不是被单一的话语建构 是有多种话语建构 所以我的矛盾 学习的过程中间呢 我也是一个突破自我 原先的自我的过程 所以人是要不断的来突破自我 才能获得成长和发展的 所以这个越界 我后来那本书的名字叫越界呢 带着多重意义的越界 不光是跨越国界 还有跨越你在原先的政治文化中间 对你的束缚或者形塑了你的自我 你怎么突破 所以上次我看新墨的那个讲课 他的那个行为艺术啊 我是非常的震撼 哎呀我觉得你艺术家太勇敢了 他对要对自我有多大的突破 他会采取那种勇敢的行为啊 其实女人呢受的束缚 在各种的国家的男权文化中呢 都是受的束缚很深的 所以做女权主义呢 越界的行动啊 你就表达了一种 你对人生的一种新的觉悟吧 对自我也要有一种新的认识 至于美国史呢 我后来就丢掉了 对这个富强这个概念 有批判性的认识 因为我的美国老师都是在展示 文化史啊 社会史啊 工人运动史啊 展示的都是揭示着 资本原始积累的丑陋啊 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掠夺 是吧 土地吧 他们的肥沃的土地的占有 就是欧洲殖民者嘛 然后把黑人 非洲的黑人拐卖过来做奴隶 这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啊 那我才看到了原始积累的 非常丑恶的状况 我对那不感兴趣了 我反而呢 对社会运动感兴趣 因为呢 你就是要看当年的这个奴隶制 一到五十年代在美国还是种族隔离的 很多地方都是种族隔离 黑人不能用这个水龙筒 黑人不能用这个公共厕所 不能在这儿洗手 大量的这个种族隔离 那么为什么到了2008年就能选出个美国总统呢 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2008年的后面的事情 只是看到85年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民权运动 女权运动 学生运动 种种的社会运动 已经把种族隔离的局面已经完全打破了 也就是说在我85年的时候到美国我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奴隶制啊什么这种血淋淋的状态了 所以我是看的非常学美国史呢 你就是看的非常清楚 从费奴运动开始 费奴运动是白人亏可 这个宗教团体最早开始的 被绑着的黑人奴隶自己他不可能率先出来啊 那后来有很多黑人反抗 自发的反抗很多 那么作为费奴运动是很多白人都参加 所以我就看到每一代的美国人中间都有一批人数不多 但是非常关键 一批有良知的人 他们不能忍受社会的不公正 所以呢他们要起来来改变所有的这种资本主义早期积累 资本积累发展过程中的丑陋的 极其的不公平 极其的野蛮的这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状态 他们要改变 所以一代又一代这样的 有良知的人起来推动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 包括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 民权运动 工人运动 才使得在到达美国八十年代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是讲社会公正的 当然问题还是依然很多 但是一个进行中的状态 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的讲人性讲那个公共的道德 讲公正有许多的法律被社会运动推动而产生的很多法律 来为弱势的群体来争取公正和平等 所以我的兴趣就转了转到了社会运动中了 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年的学习的女权运动呢 不再作为一个旁观者 而是蛮投入的来进入了学习过程中当然也对我的美国史的教授们产生了一种非常 崇敬的心情因为他们是完全是一种批判的意识 我上过的美国史的课程中间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美国史的老师们 是一种敷衍趋势的意语文人 没看见那都是就独立批判意识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 不管男教授也好 男教授也好 所以呢我就有一个跨文化就有这个好处 你有个比较嘛 有比较才有一个鉴别 对吧 那么我觉得这稍微讲一下 女性的崛起呢 其实呢今天我来看呢 是有很多的局限性 当年出版的时候呢 是很得好评的啊 那一年 结果这本书也进入了那一年的 就是女性的崛起那一本 也进入了那一年的诗本 他们挑了诗本里面 然后我记得我跟毕淑敏不认识 我记得毕淑敏当时还写不平 说他认为这本书怎么怎么 是他看到了解了美国女权主义 我还看到年轻人 有个年轻人说 很感恩让我在20岁的时候遇到这本书 也有人告诉我是这本书 让他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所以我说现在的年轻的女性 她的父性真是很高很高的 她看一本书看懂了 她就可以认同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作为这个 入门书还是挺可以读一读的 尤其是呢 我是作为历史的写作 那么如果你们读了很多 尤其是美国女权主义的经典的文本 我在里面提到不少 我是把它们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来写的 所以你读了其他呢 把它对照阅读呢 也挺好对这个历史背景 有一个比较好的了解 88年我回国了 回国呢 就是拿着稿子呢 到武汉大学去跟刘细一教授 洽谈出版的事情 他就介绍我认识五大的一个教授 一个编辑去谈 这个小故事要讲 为什么这跟我后面的很多事情都有关系 那么当时呢 88年我回来三年不见 三年我没有中间没回来过 这个局势已经大不相同 已经是这个市场经济大潮铺田盖地 而且呢都是要来卖女人了 把女人作为卖店 这个出版师编辑啊 他看了我的书稿 他说你们能不能改个名字啊 里面比如说哈 他卖钱 他脑子考虑的卖钱 因为我书里写到奴隶 废奴时期嘛 有很多黑人妇女 就是反抗奴隶制的 逃出奴隶制 然后呢也参加女权 也是也讲了几个这么个小故事嘛 然后他就说 哎能不能把他这个书名写成 一个被追捕的女人 或者呢他说啊 因为我书里还写 反越战争的这个青年学生运动 一帮子CP是反抗 当时尼克松要叫他们去到越南打仗 我们要征兵了 征到大学生了 大学生造反了 反战运动就铺垫盖地的起来了 然后呢这个反战运动中呢 有个口号 make love not war 就是要做爱不做战 当时这个口号就叫他很响亮 那么我在书里也写了这个 哎这个这个编辑就对这个感兴趣了 他说那或者那你这个是不是题目改成啊 要做爱不做战 哎呀把我恶心了 不行啊 哎我就不说话了 我就拿回来 我心里说不行 现在中国的人都发了疯了 就是要挣钱 我这本介绍美国女权运动的书啊 在这种当刻出了也不会 不会有人感兴趣了 不出了 以后再说吧 就拿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88年没有出 到师父会95年才出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经历 88年我回来的经历 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 在学美国时 然后突然三年不见 竟然是中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动众才数日 世上一千年的感觉 面目全非 怎么搞起这种东西来了 所以我因为有个 有这样一种比较强烈的对比吧 有好多问题 再加上这是我学了女权主义 有一些分析的方法 有当时有后结构主义 我也是很迷的 所以呢就对中国社会性别话语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极具的变化 我的认识就很清晰了 所以后来我会关于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变化 关于女性别的上升 写了不少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越界是有越界的好处的 有越界的不舒适对吧 但是有越界的好处就是不识庐山 真面目指缘身在此山中 你跳出来你就对那个山的轮廓就看得更清楚了 那么这个呢为什么我还讲我的偶像呢 也就是说这是我这本书的第三个局限 是需要来弥补的 我没有时间去重新来写 这部书完成到现在美国妇女史学界有大量的新的学术成果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有其他族裔的妇女开始写作了 本来都是由白人妇女为主的写作 女权能够有话语权的也是由白人女性中产女性为主嘛 那么当然出版啊发表也是以他们的经验为主 那后来呢到了二世纪初以后呢 更多的其他族裔的妇女开始写作 所以呢他们就起来质疑了这个 以白人女权为主的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了 对女权史的叙述 那么这个呢中间尤其是提出了对第二次浪潮 一次浪潮二次浪潮这种叙述结构的质疑 因为他们就是说很多少数族裔的妇女的斗争呢 并不是像你这个二次浪潮一次两次浪潮这样能够包容 能够归纳的进去的 那么而且呢有很多关于其他族裔的墨西哥裔的亚裔的 包括那个Native Americans去土著妇女的 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这种推进争取平等 那不光是社会性别的平等 同时也是族裔啊阶级的平等 有很多的这个努力 所以呢我觉得呢 推荐大家去看陈玉平传记 陈玉平的传记呢 为什么我说他是我的偶像 我在各处讲课的时候 我都要讲到陈玉平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位 他是华裔的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华裔家庭 40年就拿到了 40年就拿到了这个哲学博士学位 然后呢他就 26岁的时候他就提这个小提箱 跑到芝加哥去参加工人运动了 你们要知道二四大战的时候 美国的工人运动啊 还有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啊 左翼的活动啊 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 那么他也在那个潮流中 尽管他家境非常有 他是16岁进哥伦比亚大学的 在Bernard College Bernard的女子学院读书 父亲是开餐馆 开百老会最有名的一家餐馆 中餐馆的老板 他家境非常好 然后他就是拿着小提箱就到芝加哥去参加工人 因为芝加哥当时一个工业基地有很多工人嘛 50年呢又跑到了美国 这些选择都是出于这个哲学博士 女哲学博士 理性的分析 对理性分析 哪里可以有集中的底层的力量 来推动社会运动 所以他参加工人运动 后来的分析呢 就觉得美国的黑人是在对底层 应该到黑人集居的地方去做社会运动 所以又到了底特律 底特律就离我们学校 密西根大学呢 大概开车从我家出去的话 40分钟嘛 所以后来呢 我们学校请他来 他也作为我们学校的女权 美国女权主义访谈的对象之一 十个人对象之一 所以我跟他认识了 他到了底特律 50年代到底特律 50年代到底特律 就从事黑人运动 那比马丁路德金还早 然后他就结识了当地的一个黑人工人 在流水线上 汽车厂也是做底层的这个 就是黑人的运动 后来叫民权运动 两人结婚了 没想到我在美国遇到了这么一个 我认为是我的偶像了 他这么一个哲学博士 他而且跟那个当时第三世界亚洲 尤其是非洲南美的很多的就是 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们 理论家们都有非常密切的 共同工作的经验 好我不不多讲了 但是我觉得他呢 是个非常真实的人 他们当年就住在底层的住宅区 也算贫民窟吧 就是都是黑人工人的住宅区 50年代房子没变 我后来一直去 他去世以后呢 活了100岁老太太 去世以后呢 就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中心 我还陪了很多我请的访问学者什么都去参观过 那简直成了一个圣地了 跟大家推荐什么呢 就是说他的书最后有介绍他 最后湖南的这个商学院的洛小哥教授呢 就非常勇敢地接下了这个翻译工作 把他翻译出来 出版是经历了千辛万苦 我就是非常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这本书呢 就是弥补我那本 女性的崛起 中间的种种的局限和不足 因为当时八八年 基本上八八年完稿的嘛 那本书的不足 这是最好的一个可以并行阅读 还有个电影 如果在这部电影呢 在美国是PBS上面都放过 他的纪录片 美国革命家陈一平 我对他非常紧 他是真实 他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 他是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所追求的那个理想 这本他的传记呢 是在他丈夫去世以后 他开始写传记了 他本来就是说想给他丈夫写一本传记的 就是James Box写传记的 写这个了不起的黑人 才一个流水线 从来一天都没断过流水线工作的一个工人 领导了这个民权运动这一生 而且还出小册子 写过一本书叫美国革命 他的丈夫必须要说一下 一个是他讲跟了吉米两个人在一起才知道 尽管他本人作为一个亚裔女性 在40年代50年代美国二世纪中期的时候 是种族歧视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作为亚裔他也遭遇过种族歧视 比如他找房子 人家白人都不给他租嘛 但是呢跟了这个吉米一起呢 那就更不得了了 其实是处处 两人开着车 吉米只要坐在他车里 警察就经常呜就追上来 叫他们停下来了 有一次他实在是看警察对吉米那么的粗鲁 不礼貌他就愤怒的不得了 吉米就跟他讲了一句 说Grace你不要这样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失去人性 而失去我们的人性 哎呀当年就是读到这一段时候 感动得不得了 这就是他的丈夫 所以他想给他丈夫写 后来人家出版社说 Grace我们对你更感兴趣 你写你自己吧 他从来没想到会把自己写一写 后来他才开始写自己 他因为他什么运动 社会运动都参加过 黑人的民权运动 工人运动 女权运动 然后的环境保护运动 什么运动 所以他的自传 是一部二世纪美国社会运动史 非常非常棒 美国史的课上用他的传记 做教科书的 我上课经常也会用到他 要么访谈 要么传记 要么电影 好了 那就是讲到这 我就说我是对女权主义彻底认同了 那么对我来说 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我认同的女权主义 我对女权主义的定义 因为女权主义从政治立场上来说 是多种多样的 政治立场也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对我来说 我是来这样定义 八九年呢 我们几个在海外读书的 在美国读书的女博士 就是尤其是对妇女研究有兴趣的 有一个机会呢 聚到了一起 就是包小兰当时她在纽约读妇女史 读中国对中国史 然后是对中国妇女的研究 我呢当时刚刚从美国历史 美国史转向了中国史 因为我觉得美国史一读 哇我说你们已经搞得那么 简直是像那个密子 把这个整个历史都梳理一遍 什么问题都梳理到了 中国妇女史还没多少东西呢 我来做中国妇女史 所以呢我就在博士期间 转向了中国史的学习和研究 包小兰呢就开始发动这样一个 说海外的史学会呢 要在洛杉矶大学开一个年会 我们呢是不是也去参加一个panel 一个专题 看看有其他感兴趣的人吧 就是对这个女权主义的研究 妇女研究感兴趣 不管什么学科领域 我们去组一个 就这样滚雪球一样的啊 我们当时是七个人吧 聚到了一起 那么在一起了以后呢 我就跟包小兰有一次 两人散步 跟他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 是战友关系 就这么说啊 战友 大家就觉得都有很多共同语言嘛 而且本来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读 就是很孤独状态中在孤军奋战 每个人都是在各自的地方孤军奋战 然后这七个人聚到一起呢 就哎呀相见恨晚的感觉 非常有共同语言 所以呢 我跟小兰我就说 我们不能散 不要开这个会 完了就散 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后来我们就成了一个小组 当时叫小组 后来就发展成了学会了 这几部著作 我就快点讲一下吧 当然还因为八九年 我八九年也回国了啊 也有另外一层的因素在里面 这几本书呢 都是跟那个师父会有关系 因为师父会是九五年开 但是中国政府决定召开师父会 要在这之前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凭借和 婴汉妇女法律呢 都是八五年初的 就是我们学会集体的 那么师父性别女学义呢 是九五年初的 第三本 我跟杜芳静老师那本呢 是九八年初的 那么都是我们学会集体完成的 我在里面也有写作 那个尤其那本婴汉妇女法律词汇呢 我们就知道中国要 政府决定要在中国办 这个世界妇女大会 我们很兴奋嘛 所以我们就都集体来做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部工具书 帮助参加的中外妇女 来跨越圆和文化的鸿沟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 国内那时候对女圈主义 没什么介绍 很多的概念啊 国内的参加的人肯定 而且英文的也不会了解 所以我们觉得会有沟通的障碍 所以就出了 然后九三年呢 我们就是跟国内学者首次合作 天津师范大学的都方天老师呢 跟我们一块合作 办了这么一个班 这个班应该说也是比较有影响吧 因为当时有 我们学会去了六个人 全国各地大概有一百多个 妇女研究学者都参加了 关键是参加的呢 不仅仅是在校园里面 不光是知识界的大学老师 还有妇女研究界 妇联各界人士都有 当时我们在那个会上呢 我们就介绍了 社会性别比较出浅 我的发言中间也比较出浅 我的发言主要是讲了 那个美国妇女健康运动 那是我书里面的一节 我挑出来讲 为什么讲健康运动 特别讲健康运动呢 因为这个福特基金会 就是我们赞资金赞助方 当时有一个生育健康的 项目官员叫本 他是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展 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就是资金的支持 我们这个研讨会也是他支持的 他在全国妇联呢 有极大的投入 就是做中国农村妇女的生育健康 所以妇联各个系统 从上到下 都有人在做中国妇女健康 所以那个会呢 就把妇女健康放进去了 所以我呢 针对这个情况 我就在中间选了一个 美国的妇女健康 当时介绍的时候呢 也不一定大家 国内的参与者都能明白 我们当时回去的时候 因为你想八九年的时候 我从八九年从北京回 再回到美国 那空间已经没有了 组织啊 活动的空间完全没有了 这一下子又九三年又回国 是吧 自我审查很厉害的 就非常小心谨慎的嘛 都是讲美国 反正讲美国 听众中呢 不一定完全听得懂 就会觉得 哎呀 美国这个争取 美国女权运动在搞 争取堕胎权 这跟我们没关系 这种 跟我们没关系 不是我们要的经验 我们又不需要争取 堕胎权 这个就是机械 机械的理解 禁止堕胎 在美国是禁止堕胎 那时候美国 女权争取了很长时间 那么我当时还带了那个书 就是叫 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书 叫 Our Bodies Ourselves 那本书也是 他们的经典 以前经典 我们大家带书回来 赠给国内的妇女研究者 那本书呢 我就送给了 负责 在全国妇联 做妇女健康项目的刘伯宏 他很听得懂 他听得懂的 所以他把那本书 后来就翻译了 不仅翻译了 他还组织了 一个后来 就是他们做健康项目的 很多人在加上学者 又做了一个中文版 中国的 相当于我们的身体 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 这个内容精神 就是 争取妇女的自主权 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这个又讲学术了 这本书就是讲 对我的和活动的意义 讲这个吧 访谈了这个 不止五位吧 就是访谈了 当时13位 还是十几位的 在上海 寻访到的 就是我的博书论文 我92年回上海 是做博书论文的 天野调查 档案啊 读史料啊 就在做这个 非常幸运地 找到了这些 五四老太太 他们是1900年 路里华 1900年出生 朱素厄 女历师 陆里华 是女校长 扮女子两江 体校 创建中国第一个女子篮球队 当时他创建中国女子篮球队 然后他就决定让中国女子篮球队 跟当时的国外的这个篮球队的女运动员穿的样 就是短袖 那时还是22年 1922年的时候 短袖短裤 结果遭到攻击啊 不得了 舆论压力大吉了 说这个什么 贪胸露壁 露大腿 有伤风化 简直是上海的这种报纸 小包把它攻击得一塌糊涂的 他跟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恍然大悟 我们今天所享受到的 每一点点在妇女权益方面的进步 哪怕是服务事上的进步 都是由女权前辈艰辛努力 突破各种障碍 社会障碍 文化的禁忌 才能换了我们今天的这种各方面的进步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到今天还是穿着袍子 去游泳去打球吧 穿袍子 女律师朱苏厄 这个是教体育的老师 陈永生 怎么还有两个照片 显不出来 还是说给我自己这个当作 有的 那个是编辑编女生的 黄定慧 黄定慧可能大家看到 因为后来我看 我是最早寻访到她的 后来我看主流媒体 有很多对她的写作 我想她是不会喜欢的 把她叫成是美女间谍 打做地下工作 她确实年轻的时候 但是我想她是不会喜欢那个头衔的 她的价值不在她的外表 主要讲一下呢 就是说她们对我的震撼 朱苏厄老太太就在讲 她说我呢 当年啊 我本来也想去考浙江美院的 到杭州去 我喜欢美术 然后来想想 哎呀花花也就是 好像就是自己了 我要去为妇女争平等权利 争女权 读法律吧 读法律去为她们争女权去 然后她说那个 我们女人自己不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男人会给你啊 不可能的 那都是我们自己来争取来的 所以我就是要伸张女权的 我采访她的时候 93年她93岁 你们设想一下这个场景 我坐在这么一个老太太面前 我当时回国 明明是做中国女权研究的 因为我听说 从美国人的写作中间 美国写作写作中间 20世纪初有女权的 但我是毫无知识的 完全不知道女权是怎么 中国女权是怎么一件事情 只是听说在 就官方的话语中间 资产阶级的女权 你也讲女权的 就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失败的 所以不了解我就好奇嘛 顺便说一下 我的写作都是我自己要解救 我内心的迷 我自己的迷 我自己心头的迷 我才会去写 要不然这个历史的研究 是非常艰辛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种 想要一种驱动力 内心没有一种驱动力 你真的很难完成 一个比较有益的历史著作的 而且因为你是寻求一个谜底 一个谜 说明前面没这个知识 对吧 你去寻求找一个答案 那么因为我不知道 所以我对找到了这批人 是那种冲击 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刚才说了 我在女性的崛起 写作过程中间 读妇女史 美国妇女史的中间 我已经认同了女权主义 但回国呢 我当然知道 女权主义这个词 在中国的语境中间 是完全负面的 是吧 有时候都是那些 长得丑的女人啊 恨男人 因为没男人要他们啊 他们恨男人啊 怎么怎么 都这种对女权主义的描述 所以我明明回来 是要去寻防女权主义 但是我不敢说 我就说啊 做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 做什么妇女研究啊 你在美国 你这个认识那么多美国人 还拉着 拉点项目出来 投资 搞点 做点生意吧 跟我们合作 搞点生意 90年就那个样子的啊 真实际上 恶心的不行的 那么你想 我都不敢说 自己是做女权主义研究 然后93岁的老太太 在我面前说 我们就是 当年我们这些 知道自己是新女性 我们就是要搞女权 哎呀 对我的冲击简直太大 然后他们的人生经历 也都是非常的曲折 非常曲折的 有的时候 我访谈的时候 我就是跟着他们流泪 然后骑自行车 我那时候都在上海 都是骑自行车的啊 骑自行车回家 哎呀 都是流着泪回家 就脑子里反复 就是想着这些 这些了不起的 女权主义者 我们竟然对他们 毫无所知 而且还不知道 我们今天 所有享受的 都是他们开创的 所以呢 我就出柜了嘛 所以我就说 我一定要 要把他们的家谱 写下来 还要把这个 女权的家谱 续下去 那我自己 就必须要站出来 说我是女权主义者 如果我连这个词 我都不敢说 我算什么呀 我完全对不起他们 为什么要写 这个呢 就是顺便说一下 就是我的那个 这本书呢 后来中文名字叫 五四女学 没有正式出版啊 在中央编译局 格子 但是译文呢 早就译了 然后就电子版 挂到网上了 那么就是挂在 现在在女权学论上 我前面讲的 这个三本中文 一个是英文 方程中文 还有另外两本中文的 电子版都在上面 跟大家分享 当年我们学会呢 也来参加师傅会 93年那个活动呢 就是在天津师范大学 那个活动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那就是我们跟中国的 副研究界广泛的 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各个地方啊什么的 我们都有很多的 很多的合作 那么我跟杜芳琴老师 后来的 收信别已经选艺啊 以及后来的 学科发展的这个推动啊 和合作 也因为93年见面了嘛 大家面对面的 就有很多的沟通和了解 也知道互相想做些什么 彼此有些什么想做的 93年有个事情 可能还要讲一下 我刚才前面讲的 不是有点 现在讲了一点乱掉了 前面不是讲到 我回国的时候 自我审查 很担心 讲得太路了 国内的会 把我们说成是 西方资产阶级 女权主义 怎么怎么的 但是没想到 在一百多个 中国赴年就借 比较骨干的力量吧 哎呀 他们对新的知识 理论知识的渴求 简直是无一轮比的 每天晚上就很多人 会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想听我们在讲一些 国外女权主义者 理论的框架 在做什么 每天都要聊聊聊 聊到 有时聊到两三点钟 早上起来参加这个研讨 但是非常兴奋 处在非常兴奋 那个有一次 全国互联的 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陶春芳 他现在早就退休了 他也在我的房间聊 他就是 王正啊 那你说这个 现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但今天我们市场经济 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 都是没法解答的 你说说西方女权主义 有什么理论呢 可以跟我们中国的 妇女能够结合起来 能够解答我们中国 妇女的事情 哎呀 我心里简直是一愣啊 我说这个 全国互联的 这个干部都愿意学习 西方女权主义 那我们可真是 可以做点事情 所以回来就我挑头 来做了这个 社会性别人就学你 就是要集中来介绍 女权主义的核心 理论的核心 社会性别理论 所以呢 一回来呢 我就组织 我们学会的人来一块 大家学会的人 每人自己挑选 在各个学科领域中间 挑选女权主义的名片 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 来进行翻译介绍 那本就是 社会性别人研究悬疑呢 后来 好像有一次 我在国内哪个大学讲课 有男性的老师告诉我 说呀 王老师你知道吗 社会性别人研究悬疑 是在社科领域中 引用率最高的一本书 那因为当时呢 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中间的 学者中间呢 懂英文的还是不多 所以呢 当时的女权学者啊 副研究干部啊 他们就需要通过我们 我们就等下来媒介嘛 来了解国际上女权主义的 理论也好 行动也好 所以我们当年呢 就做了很多的翻译介绍工作 刚才展示的还不过是 刚刚开始的时候 后来还有很多 我们学会中的马云熙老师 他也是北京外国语学员 就是做了非常多的翻译工作 我要隆重推出 他呢 我在2016年有机会 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开会 他也被邀请去了 哎呀我一听他去了 跟他见面认识了 赶快我说做个访谈 因为他是当年的 NGO论坛的执行主席 因为这个师傅会啊 它是像每一代一样的 世界妇女大会联合国组织部分 是由各国成员国政府派代表团去参加的 我们这种人是没资格去参加 那种政府代表团的啊 都是官员们什么 但是呢 由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呢 在这种联合国召开大会的同时 又要办一个NGO forum 就是NGO论坛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界限 没有门槛的 谁都可以参加 只要你是一个妇女组织 你都可以报名 当然一切费用自理啊 所有的费用自理 所以很多非洲妇女都在那卖艺术品嘛 我也买了一个项链 对他们的妇女组织的支持 因为他们要自筹资金来的 这位就是执行主席 千辛万苦 千辛万苦 因为中国政府那时候 开始的时候说要在北京办 那么忽然发现啊 担心了担心了 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被人家抗议了 就八九的事情被人家抗议了 一下明白过来 呀这不得了 这是几万的这个女人 世界各国女人跑到这 北京来造反了怎么办 当时还发布谣言呢 来为这个搬出北京来制造理论依据 所以呢就不能在北京开了 搬到怀柔 怀柔呢50公里离北京啊 他作为一个执行主席来组织这个会 结果大概有四万个 全世界各地的妇女来参加 那怀柔那个小坡县城当时 啥都没有临时造房子 房子结果造了一半也造不起来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看到房子 造了一半房子有个事 他们出足以搭帐篷 所以后来我们在现场开会 有房间的不多 都是在帐篷里面 好多这个专题啊 都是安排在帐篷里 搭了一大片的帐篷 结果那些天呢又下雨 大雨 倾盆大雨 哗哗哗连着下了好多天 北京人就开玩笑说 阴气太重 一下那么女人都去到那儿 下大雨 结果我们学会呢 也有个论坛嘛 哎呦 那个大雨啊 不得了 每个帐篷里面 有两个警察 那监控的啊 尽管会是开了 但是还是监视着的 两个警察 大男人在那后面 胡适当当的 哎 我们也挺感激的 为什么我们那个帐篷啊 下的雨实在太大 你要知道这个帐篷翻步啊 它雨太大以后 它会陷下去的 哎呀这两个警察 这个时候派用场了 他们就出了 拿个大竹竿子 给它撑起来 撑个尖的雨 就旁边流下 所以我们还算安全 千辛万苦的 菲律宾人 菲律宾非常有名的 一个女权活动家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说现在她的 我对她的访谈 当然是英文的 那么有我们很多志愿者 把中英文稿子 中文稿子出来了 英文稿子出来 中文稿子也 现在在审教阶段 我接下来要审 他们刚刚给我说 要校对一下 然后呢 也有志愿者 已经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把它放到这个 访谈 访谈录像下面 打字幕 打完以后呢 这个 这个访谈录像 会放到 女权学轮上 建议大家看 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历史资料 就是跟那个 杜芳清老师一起呢 我们呢 就决定要开展 那个 社会学院学 社会学院学科建设了 我呢 99年呢 其实我是拿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研究课题 就是做我的 第二本英文专注呢 我去研究 其实我96年就开始做了 然后申请到一笔钱 经费呢 就回国做研究 同时呢 我又另外申请到一笔钱 小额资金 一万美金 就是拿着一万美金呢 就跟杜芳清老师呢 来举办第一次的这个 史学研讨班 就是希望把社会性别这个视角 引入史学的研究 那么这个呢 是跟杜芳清老师做了 研讨班 这个呢 就要讲一下 父女收信别学呢 其实我们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福特基金会的赞助 是由这个课题 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 他们对我们投入挺难 因为我们申请 我们在早先 我在早先 还跟格尤利亚什么 做了很多铺垫 使得福特基金会呢 开始愿意赞助学科建设 前面他们是不愿意的 前面都是投入到 叫GET 就是收信别发展 因为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嘛 要帮助贫困妇嘛 所以钱都投入到 农村妇女的发展 至于对学科的发展 前面的都是没有 不愿意赞助的 那么我们后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呢 可能包括我们学会里面也有人 可能包括包享人 可能对我也有一定的看法 包括当时的妇女研究界 在做收信别发展的 可能也会对我的这种努力有看法 因为他们就觉得你好像搞学术就是 象牙塔里面的 作而论道的东西 那因为我是学了 前面说过 我对后结构主义是非常入迷的 那么我觉得呢 我是从理论的这个背景来认识这个事情的 什么呢 就知识就是力量 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力量 也可以power knowledge is power 那么话语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历史发展中间 各种势力较量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整个的工作是要在89年成立海外中华妇女学会 我的目标就是非常明确 要推进女权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发展壮大 那么高校 进高校 你在之前已经国内80年代就有副研究 但大家的着眼点呢 跟那一代人呢 背景也有关系 大家都已经在体制内了 都希望呢 就是通过我们研究来干预政策 公共政策 这方面做的非常的有成就 应该是这么说的 体制内的很多人 女权主义者在推动政策 那不是到后来不是什么 反家暴法也推成了 是吧 性骚扰也进入了法典 这都是后面有人推出来的 当然不等于说有了法就解决问题了 距离还是大极了 但是就是80年的妇女研究 跟我这一辈的很多人在做的事情 是推动公共政策的改变 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的 就对农村妇女的妇权 就解决贫困问题啊 这个呢 国际基金会是有大量大量的支持的 那我为什么没介入那些活动 而去吃心的 就是要吃蜜语来推动这个学术发展 因为我觉得要把这个 因为我 这就跟我这个跨文化 我在美国的背景有关 我看到 美国这个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 是改造美国男权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 那么我要推动一种学术的发展 那就需要培养老师和学生 所以要做实质培训 这个逻辑就在这儿 话语是建构人的主体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么我们希望改造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中 建构的这种主体身份 不关是男性 女性也是在男权文化中长大的呀 我们的主体身份中间 主体性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 就subjectivity里面 是由各种各样非常复杂 非常有问题的话语建构起来的 那么我要推动女权主义的话语 作为一种批判和抵制的力量 这样的文化改造才有可能 还有更具体的说 你说你做贫困 你帮助了农村的妇女养鸡啊 做副业啊 给她发展起来了 她辛辛苦苦挣了钱 让她的女儿来读大学了 她女儿在大学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啊 这都是需要我们要关照的地方 对吧 所以我就在大力的推这个事情 推的不成功啊 因为可能学生是 因为我这个有福特基金会 这样是顺便就说了这个事情吧 福特基金会赞助的 第一批就是25万美金 我不是就是grantee 我不是赞助的 这个接受赞助的人 因为我在国内外 当时都没有单位 因为我是拿了博士学位以后 我就是要搞女权革命嘛 就也不找教职 所以当时呢 这个圈里的人呢 对我都有个说法的嘛 有的嘛说 哎呀王正就像个传教士 其实目的就是要为女权主义证明 就是女权不是负面的吗 被污名化的吗 我就是要讲女权主义怎么怎么样 女权怎么样 然后自己又说自己也是女权主义者 当时记得清华大学的肖威那时候 他很年轻 我90年代在国内的一个研讨会上 他在下面听到我讲 肖威后来告诉我 原来是哲学教授 现在他说哎呀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女权主义啊 就是看到王老师在台上在讲 我心里就想 要是王老师这么好的人 是个女权主义者的话 那女权主义一定不是个坏东西 他这个逻辑思考很有力量 好笑的 笑我也特别有意思 后来过了几年又在一个国内 他又在 他说哎呀王老师看到你很高兴啊 哎呀你还跟上次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啊 好笑的 你记性真好 还记着我上次穿什么 那些年吧 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收入嘛 不是说我孩子他爸 我是两个孩子了嘛 还是他爸没钱我买不起 而是说我自己有自律的 我不能靠丈夫养的 我有多少钱我就过什么样的日子 没钱呢就是 所以衣服不能买 所以就是一件红色的一个棉织 棉织的针织衫穿在里面 然后外面有个粗的 国内做的一个黑泥子的 那件红色的那件衣服呢 当时是我最贵的 在美国买的最贵 但是22美金吧 对我来说就是最贵最贵的衣服了 所以平时也不舍得穿的 一到开会了 那就是我的出席会议的一件 学术服 所以他几年不看见 我每次开会就穿了一套 里面红的国内 就最近为什么想起来 那天我又在穿那件衣服 跟我姐姐在聊天 我心里 你这件红衣服颜色不错 我说这件衣服跟我女儿 差不多年纪了 然后就这样 稍微大事讲的 为什么我现在放这张照片呢 这个一个都方庆老师 大家看 就是我推动 跟国内学者所有的工作 都是跟国内学者合作的 没有国内学者的合作 我任何事情都做不起来的 甚至包括 我那个女性的崛起那本书 也是刘伯宏帮我联系的出版社 大家要知道 我们所有出的这些著作 都是要有出版经费 去补贴出版社 而我们自己是没有稿费的 就是给我们一本书 这些年的书都是这种状况 在国内出的 所以基金会的赞助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支持了很多出版 所以有大量的出版 不是我们做的 不仅仅是我们做的 国内的各方面的女性学者 各方面的活动 妇联系统的 参与的这些 做行动的各方面的人 刚才李慧英老师在 李慧英老师出了不少的书 大家都出了很多 所以呢 女权主义的学术成果是不少的 大家要去关注 这是我这边要强调的 但是体制的建设 机构的建设 应该说很不成功吧 这里面是两位 是代表两个成功的例子 因为呢 这一位呢 是东北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张明云老师 注意啊 我这叫的老师 不是现在流行的 什么人都叫的老师 我这老师真的都是在大学里面工作的老师 张明云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和学者 我极其敬佩 他本身就是非常有学术素养 所有的国内的这些赴年讨会啊 你看他都会在场 认真的学习 他不是坐在台上摆一个领导干部的架势 他绝不是 他在底下默默无闻的 安静的拿着个笔记本 谁的发言他就在认真的记 所以呢 他对我也很感兴趣 就希望我 我也帮着来推动啊 当然后来他也把我请到他们那个东北师大去了好几次啊 去了几次 我也知道去讲课 主要是我持续讲课 他在那儿建起了一个实体 东北师大的妇女研究中心是个实体 整个一层楼 国内可能是条件最好的妇女研究中心 其他绝大部分的妇女研究中心 就跟我后来跟陈彦 在复旦建起的密大复旦受信研究所一样 是三无机构 无场地 无人员 无经费的 只有搞活动的经费 没有其他的经费 也不包括我们的工资 我在国内不拿一分钱的 没有工资 除了有讲课费 讲课费我还是因为我是中国护照 我是跟国内的学者同等的 而我的美国同事是拿外国专家的 哪怕我们都是密大出来的 人家是拿外国专家的 我是中国人 我是拿中国的 所以我经常说 种族歧视 我是在国内 在中国体会最深 因为人家对我是不同对待 这位再谈一下 这位就是另外一个体制建设的 有成果的 这位就是韩贺南 是中华女子学院 女性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那么中华女子学院也就是在中国国内 第一个 现在还是第一个 建起了女性学系的 她是一个专业 她们那边也培养出不少非常好的青年 行动方面 后来到国外去读 收信别研究的 也都相当棒的一些 这个也是我们当年在推收信别发展 学科发展的时候 在全国各地是开了很多的 不少的全国性的会议 这个是2002年在中山大学开会 全国性的会议 人很多 那么爱晓明老师呢 也请我跟他的学生做了一个讲座 这是讲座以后呢 拍的照 知道在座的是不是能认出讲座里面的人 他们这些学生吧 研究生 后来就成了 英道独白中文版创作的主力军 2003年 他们就完成了 就在全国演出了 在广州演出 后来跑到北京被禁了 上海好像也被禁了 但是后来英道独白就成为了 全国校园的一个学生中间的女权主义的活动 很多地方在演出 爱晓明学生带领他 学生做的一项 非常非常对中国传统的性文化有极大冲击力 又是反家庭暴力 反性暴力的这样一些主题的 非常非常棒的一部中文版的剧作 我再讲一下爱晓明老师 他就是属于国内 我用另类吧 另类这个词不好 但我是把它正面用的 我也是另类 他也是另类 因为我吧 就是在这些年在推动的时候呢 组织课程 很多东西课程是我组织的 那么我要请大家 国内的学者来参加 有的是作为 比如说爱晓明 我很早就跟他认识了 2002年的 再下一张图片 大家就可以看见 我请他来做 在中华女学院开的 这个首届的诗字培训 叫研究生班 其实都是老师 在座都是老师 当时呢 因为这个诗字培训呢 所有的教材 我们要组织翻译 因为国内老师不懂英文嘛 绝大部分都不懂英文 除了英语专业 然后呢 请来的美国老师 我的同事 就密大老师呢 也要有陪同上课的时候 翻译 那就英语非常好的人 上课也翻译 所以当时呢 第一届就请了爱晓明老师 来做那个女权主义理论课的翻译 后来爱晓明老师跟他的学生 那么由他们主编的叫 女权理论读本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大家也可以去看 就是那个时候的课程 我们选择的那些阅读材料 我回过来讲爱晓明老师 因为在这个合作中间 在我这几十年的 各种各样的活动中间 尤其是请老师来合作啊什么的 每个参加我这种活动的人呢 他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呢在我面前呢 有一大群人 那对我来说就有个比较 这种比较中 我就可以看出为人来 爱晓明老师 我一办这个班 第一届班 他马上就说 哎呀王晨这种班太好了 国内是没有的 他就很敏锐 非常敏锐 他太好了太好了 能不能多给我们几个研究生的一些 我说我倒是需要研究生来做助理的 但是呢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因为都是预算里面做好了 请多少老师啊 请多少学生啊 支持他们的这个交通啊什么 都预算打得非常细 你要给美国基金会申请的时候 所有一笔一笔账都要讲出来的 对吧 但我就说我没有打那么多的预算 要给研究生都来参加这个班 没关系没关系 你就接受他们好了 你就到时候接受他们 我用我的课题经费来赞助他们 哎呀我说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后来后来就是爱小明推荐的人 我都接受他那就出了一群非常棒的学生 后来都是学者了 另外一个很不同的人是赵洁 后面可能你会看到云南的 他也是的 哎呀就是快快快给我们年轻人多点机会啊 你给多给我们几个名字吧 我那时候还讲要公平公平的分配 每个地方要有一个人什么什么的 你多给我们几个吧 因为赵洁嘛 我说好好好 那就别人的确 我说有理由多几个吧 那有的学者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不希望有把机会给别人啊 这比较多的是那一类人啊 所以我特别提一下这个 在我的眼睛里面一大群中间人 互相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 好这个是开的研讨会 那个是第一次2004年 刚才那个事情还有个要解释一下 刚才这张照片呢 就从前面的这张照片呢 前面这张照片或者是这张照片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什么 看去我在参加同样的活动 但是我的赞助方式不同的 这个妇女受信运学科发展 是福特基金会在北京的办公室赞助的 投笔投入就是25万 一共投了三期 你们想一想多少了啊 这一项活动的开始 是我尽管是2004年就开始 不是2002年 这也是2002年开始的啊 我在陆思基金会申请的 就是不同的资助方 这个后面 反正后面故事再说了 那么然后2004年呢 就在复旦大学 我陆思基金会赞助的 赞助的活动 主要后来是在复旦大学跟历史系合作 那么历史系里面呢 除了他们系主任非常支持 大家都是搞历史的嘛 对历史工作者有一种互相的同行之间的尊重啊 我是非常敬重历史学者的 因为历史学 你不能下吹啊 因为每一句话 每个故事 你要有那个 角柱或者尾柱 卷宗号要写上去 注释写清楚 哪里找来的材料 你不能下吹的啊 所以我对历史工作者有一种特殊的尊敬 但是也不能说历史学者中间没有异用文人 当然也有啊 然后就是跟陈彦 当时他已经是历史系的青年老师 我跟他合作就相当多 那么这就讲几个这个会议吧 啊 这里面要介绍后面的人 这也是赞助那个2004年 中国的第一次讨论 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的这个大会 100多个人参加吧 当时赞助者 这后面三位女士都是乐视会的 这位大家应该看到 大家在座的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冯元 然后李婚姻是中央党校 他是在中央党校赴年纠中心里面负责 然后负责推动社会性别这个课程 在中央党校的发展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贡献 这位就是我的合作者 陈彦老师 这位是李鸿涛 中华女子学院的 不一介绍 这是我们学会的张买花 这三位就是乐视会的女将 后面故事非常非常多 这是09年的会了 这位是台大的赴年纪中心主任 林文宏老师 后来跟林文宏呢 也有很多的交往 他们在03年的时候 把我们 就是他通过跟我的联系嘛 我说我们想到你们台湾来学习一下 因为到别的地方去呢 都有语言障碍 台湾的女权主义的学术也发展得非常好 女权主义运动也搞得非常好 我说我要不要我带一队人 我们做学科发展的人到你们台湾来学习一下 学习你们的学科发展 好好林文宏就安排的拖拖 今天我们一行就到台湾去参观了 那个09年这个会呢 我这次准备的时候 我早前面不是每一次开什么会 都有一个学术论文集 我怎么就没有 后来才想起来 当年呢我们就高科技了啊 我就诚言能不能这个搞一个 不要老是论文一大堆一大堆的提着 大家世界各地来的国建讨会 很重很不方便能不能搞高科技 行啊行啊就搞了一个电子版的 电子版就这东西翻起来就是一个U盘 这个开会的名牌上面一翻就是一个U盘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所有资料都在 后来我们就没有出版嘛 这个上面资料都在 所以有兴趣的人呢 做什么研究的人呢 可以跟我要 我这个多了几张 当年这个会是200多人参加 31个专题开了开很长时间 26到29号对吧 顺便说一下那个这个封面 就是海报设计啊 海报设计都是我的好朋友 刘洪 加利福尼亚 他在加利福尼亚那个 欧肯的Mills College 在教美术的啊 也是女艺术家 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么这个这个会呢 那两个会人家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们这个会就两个女人一台戏 就呈验两个人合作得非常好 呈验能力非常非常强 他不光是一个历史学者 他的具体的实际的能力 工作组织的能力强极了 反正反正只要我想得到的 他都能去做得到 我就提个想法 他都可以落实的 面面俱到 那年开戏我记得很多大家参会的 女性主义学者啊 怎么都对他印象非常非常深 我记得那时候谁还说了一句说 哎呀 陈彦啊 你应该是当总理啊 你能力那么强啊 确实是本事非常大的人 但是他呢 不显身不漏水的 一声不吭的做什么事情 我们那个会 你想两百多个人 三十多个专题 很多都是同时进行 他们那个光滑楼啊 哎呀 阔气啊 那么因为同时进行那么多的专题讨论 所以占了好几层 这个就是第三个国建议会 我们开的会是远远不止这些 但是我现在重点讲的这些会呢 就是经费是我去拿来的 那么策划呢 也是我提出来的 但是呢 具体实行呢 绝对是跟国内合作者 国内学者 共同来组织啊 操办啊 有大量的人一块来投入 人力无力来做好这件事情 这就是这个会议的我的合作者 新闻学院的李兴宜 李兴宜老师啊 她在新闻学界非常有名的 她有很多的成果啊 但这个会啊 不只是两个女人一台戏了 这个会后面 还有他们新闻学院的 一位马林老师 她也搞具体组织 然后还有一位博士后 苏壮 她做了大量的研讨会的组织 这个会当时就认识了新闻嘛 女艺术家 反正我们是有将近三十个专题 然后圆桌 还有个工作坊 还有两个艺术展 新闻好像当时也参加 今天不知道在座的 还有其他人是不是也参加了 女艺术家 是不是也参加过当时的这个 艺术展 我们还搞了个艺术展 然后刘宏当时在上海 也有一个艺术展 然后我们参会的人 也去看她的那个画展 就是各方面的 各方面 这个真是一个跨学科 跨界的 然后还有关于在 对性 女权主义当时 一个构想 就是我希望这个会 不仅是学界是跨界的 跨学科的 把艺术家也都请进来 另外呢 就是女权主义跟 性少数群体 这个同性恋群体的工作 这些行动都能结合起来 所以呢 这会开的内容比较丰富吧 除了开会呢 当然还有出书吧 因为一个是课程上的 很多书出版了 就是我组织的很多课 除了中华女子学院的课以外 后来在复旦办过 师资培训的这个 博士结业证书版 还有研究生版 就是帮助研究生做 他们说是要获博士论文 从社会性别角度 来做你的论文 那也一直在办 班其实一直在办 后来 疫情了 我们还办了网上的班 今年可能也还想办个班吧 当时好像我们在群里 还有个说法 说我是国际盲流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单位嘛 所以刚才那话讲了一半 因为我当时没有 在美国没有单位 在中国呢 他这个福特基金会的钱 要落到一个学校 所以当时福特基金会赞助的 所有的经费 都是落到了天津师范大学的 那么我呢 就负责去到处去要钱 要钱 所以我说我也是国际乞丐 到处要钱 那现在网上都反而好了 网上办办 我不需要写项目经费了 不需要了 不需要写经费报告了 不要去申请了 省了我不少时间 网上也不要坐飞机了 也不要什么安排旅馆啊 住宿啊 这些都不要操心了 到时就电脑一开 坐在自己的餐桌旁 客厅里就开奖吧 所以现在赛翁师嘛 胭脂非福 所以什么事情都有理有弊 尤其是要在逆境中寻找光明点吧 这本是我要隆总推荐 这是当时的一门课 给那个三年的 师子培训的那个博士 结业课中间的一门课 我跟我的学生 我的博士研究生张颖 张颖呢做了很大的贡献 在这个里面 他也挑选了这个阅读材料 但最后我也做了很多校对 所有这些文集吧 译文集反正我弄出来的 都是我在里面做了很多校对工作的 校对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这本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的 因为大家读了以后 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这个我自己的研究 这个研究我还刚才说了 还是解答我自己心头之谜嘛 我怎么会那么小的时候 就看着我妈说 我妈就是封建 我那个封建那词哪来的 我为什么觉得男女平等是 就是天进天意的 就是好像我就是毫不动摇的 我是享受的男女平等的成果 我一切都已经男女平等了 这种想法 这个这种理念从哪来的 就成了个谜 我要去了解 当然还因为在美国妇女学界 有个老前辈 Maryland Young 她是在美国对中国妇女史的开拓 美国学界对中国妇女史的开拓 有很大贡献的人 她最早就开始来做中国妇女史的研究 我读的时候呢 这种理权主义者 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知道呀 她们后来怎么样了 所以对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那个五四女性 跑到了 她们当年参加五四女权运动 后来怎么样了 大家可以去看啊 那已经翻译都有了啊 第二个问题 参加了共产党的以后怎么样了 第二个问题就跟我的成长有关系了 所以呢 写了这第二 就是去研究了第二 就做了很多的访谈啊 这些我就部分的访谈 就是董编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主编 沈子九之后 沈子九是民国时期就办那个女权 妇女生活的主编 早就是地下党了 但她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她到四九年以后也没暴露 我党让很多地下党人 保持着她是民主党派的身份 然后到民主党里面去参政 我党我党的统战的一个秘诀啊 所以呢 她是第一任的沈子九就是民主大姐 他们复连里面叫她民主大姐 其实人家老地下党员了 然后呢就是董编就是第二 一直干到她丈夫 董编的爱人是谁呢 就是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是文革66年 那么董编也在那时呢就下来了 那么当然了我就没有机会访到董编 董编是1998年去世的 那么我到后来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 来做这个全国复联那些人的访谈 我早先的访谈都是在上海的这个 我的理弄里面做的啊 但是我很幸运就是见到了董编的女儿 这大女儿还有个小女儿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她们父母的事情 我呢就是后来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而且呢以口述访谈 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研究方法 因为关于妇女的史料 你除了答案你可以看 上海复联的答案我都看 全国复联他们不让我看他们答案 所以我连全国复联答案都没有办法接触 所以我要了解全国复联的工作 我只能去访谈了 当我看不到档案的时候就访谈 档案里面不是全部都有 但是档案里面可以让你看到很多很多 这顺便讲一下档案看到的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上海市复联第一任主席张运 张运是20 张运是20世纪初参加共产党的 黄定慧参加革命的时候 第一个碰到的是张运 张运已经在革命队伍里了 那么是老党员 张运后来49年以后就到上海 来见上海复联主任主席当时叫 我在档案里面看到了张运当年 写给上海市长刘晓同志的一封信 那就是一封信手写的 极其漂亮的笔记 字体一看 哎呀我就是 我刚才前面不是说呢 我非常佩服 非常仰慕女艺术家嘛 琴棋书画你们都行的 张运呢绝对书法是好的 你一看就懂 我自己不行 但是我爸书法和国画他都喜欢 所以我从前还是看了一些 而且那封信写得极其的犀利尖锐大胆 批评 批评刘晓 我在书里写到了 哎呀我敬佩得不得了 对这样的前辈的女共产党员 她就是为了妇女解放参加革命 黄定慧我采访黄定慧时候一句话 我永远忘不了 黄定慧在跟我讲了她自己的身世 她06年怎么去跑到武汉去参加革命的 她就是逃婚嘛 她是个逃婚妇女嘛 国共合作的时候 大革命时候 就是欢迎妇女也参加 所以就加了一条欢迎逃婚妇女嘛 所以她这个逃婚妇女害怕得要死 她的婆家又老在追她 真的像被追捕一样 她就投入革命 她当时就跟我说 讲了她经历后她就说 当年参加革命的女同志 十有八九是因为家庭或者婚姻的问题参加的 我马上就理解了 社会性别压迫嘛 对吧 丈夫的暴力家暴 又是父母的包办婚姻 跟自己爱的人不能结婚 去跟一个完全不相干恨偷的人 要跟他厌恶偷人 要跟他去一块结婚 这女人简直是受不了了 所以共产党一革命了 她说我们欢迎逃婚妇女 逃啊就逃去了 所以当年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家庭 所以你仔细看 我每个人问问 都是有家庭的背景问题的 我因为就是全国互联 不让我看他们的档案 尽管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的介绍信 正儿八经挺官方的 我正好访谈了 所以访了很多全国互联 以前的退休的都退下来的人员 让他们来叙述 所以后来呢 我就说我做一个用口述访谈做历史 如果要讲起来 我最最遗憾的是什么 最最遗憾是有些人在世 我没去访 我是有机会访的 但是因为当时没想到那一层 没想到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我是有机会去访 谁是两个我最遗憾的 一位就是董边 从他女儿的讲的经历 我觉得邓颖超去世也很晚 我后来访了邓颖超的秘书 赵伟 但是我想邓颖超 我即使是有机会去拜访他 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因为我看过了他当年70年代 接受美国的学者叫 维特曼 Roxanne Wittek 那位女士 她就是当时做中国妇女史研究的 是最早想要研究早期女权主义的 等于也是要想要 要来解答 Mary Lynn Young提出那两个问题 这批女权后来怎么样 怎么就没了 孝顺一计了 对吧 她呢后来就想研究 参加共产党的这个女权主义 所以她70年代就跑到北京 我们的这个当时 大概也是周恩来批的 让她到北京去了 同意她 开始她申请不让她去 她72年 你想想看 还在尼克松访问之前 她在尼克松访问之前应该 可能就在那个当口上 同意她去了 她去她访了一大批老革命家 包括包括邓颖超 我为什么知道邓颖超也被访了呢 是因为我访问了邓赵伟 赵伟就说 哎呀邓大姐当年的那个 跟那个美国美国女的历史学者的 邓颖超邓大姐也访了 说还有这个 他就把那个中文 他们又转过了吗 还读的 他读的 不让我全部看 他读给我听 我一听我就知道 当时的这个威特克女士 为什么不写邓颖超 也不写其他 要给他 他都不写 他啪啪啪啪讲 讲了很多 是他不是他做的事情 反正他都都有 人家邓颖超自己的事情 一句都不讲 整个讲的是党史 那邓颖超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 所以我说 即使我有机会 也结果也会像 也会像这个Roxanne一样 所以口述中间要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这位董 董编是一个非常实实在的 非常真实的人 尽管我没跟他接触过 他在文革出来以后 你想他比谁受迫害的时间都长 因为他丈夫爱人 田家英自杀以后 他就被打倒了 一直就是到文革去 他也是最后才给他平反出来的 他出来以后干什么事情 拼命的编 别人的传记 别人的回忆录 编的来 他的女儿告诉我 这个一落一落的超过了写字台的高 都是编别人 没给自己编一本 他非常真实 真实在哪里呢 也是他女儿告诉我 他就说这个我妈在五七年的时候吧 他说明就讲到五七年 他们全国互联内部的斗马 抓右派到处都抓呀 全国互联也抓呀 把一些人都打成右派了 非常好的 从民国时期就过来的 女权主义者 亲共产党的 或者本来就是共产党地下党的 也包括女性领导 以前他看谁不对的 也看不对眼的 就到时候就给你扣了 又派分子帽子了 那么董编哪一句话打动我 他女儿讲的讲 哪一句话打动我呢 复联里面啊 从反右开始啊 里面就是斗啊 有人受挨挨挨整啊什么的 董编那时候也是复联的干部 也是中国妇女杂事的社长 主编 那我妈就说 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不在 她为什么不在 就我书里写 她在写 全国妇女的三大报告 那个报告改来改去改来改去 他们跑到外面去写了 拖出来 拖出来写 自己原来单位的工作 就拖出来写 反右的时候她不在 所以董编就说 如果我在的话 我估计我也是要像 他们那些人一样 去执行这个反右的运动的 我觉得这人真是真实的很 这位是我非常遗憾 我没能去访谈 当然访到她两位女儿也很 还有一位我非常非常遗憾 没有能够访到的下眼 就我在书里写到她 但是没能够访问到她 当然她自己也写了很多 但是她的写作到1949年 她的自传写到49年就停了 然后她后面 后来出来写的是文革之后 写了一些反思的东西 说我们当年 她是五四一代 我们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 这批青年 到日后怎么会失去了 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样的人我是非常敬佩 我推荐大家都去读 《揽寻旧梦录》 就是她写的 从她出生一直写到1949年 极其佩服她 男性女权主义者 我这么来定一趟 对这些有时候我就说 哎呀这个这种心情 作为口述访谈者 知道有些人再访不到了 你的心情 我说就是宝玉那句话呀 那宝玉的那种傲丧痛苦 莫赖子疗 就是在那个灵太狱 已经死了她才去 哎呀来吃了来玩了 那种悲痛 往往就这种心情 所以现在在做历史研究的人 赶快访得到人 赶快去访啊 等人家走了你们再去访 太遗憾 这位就是我书中写到的 另一位我敬佩的 当然她早就去世 她50年去世的吧 30年代明星陈波尔 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家电影公司 就是满影 在东北 周恩来派她去接收 她到抗日的时候参加 38年参加的 然后到满影 这是满影 袁墨汁 张文天 她的妻子刘英 爱人 吴云贤 吴云贤 叫她接收那个满影 就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长春电影制片厂 后来就 所以她是中国社会主义 国有制的电影工业的创始人 和她丈夫两个 当时是30年代明星 两个人都是明星 后来就中国共产党的 是些电影 叫他们去开创 后来为什么我说夏洋呢 她去世以后 袁墨汁也就不行了 就从电影领导 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后来就是夏洋 夏洋就成了电影系统的领导人了 所以呢 我在追究 社会主义时期的 女权主义的文化产品 或者说 社会主义文艺产品中的 女权主义线索和脉络 这是我要梳理的 那都是有人在干的 事情不是说 莫名其妙 你看部电影 就会有这个女权电影了 后面都是有人在做的 好 好 好